面對的那群藝人,那群KOL 收錢去做大外宣一件事 就只不過是中共對於台灣的文化統戰裡面 的文化交流和合作這個部分裡面的一小部分 如果你問我,為什麼會這麼清楚呢? 當然了 因為中共也是用同樣的手段來對付香港 又是各方面進行滲透進行文化統戰 啊啊啊啊啊啊 你老是用我的腦想想,你當給我一點新鮮感吧 所以最後,香港就變成這樣了 其實中共一早就已經向你們台灣開戰了 就是它已經在用網絡、用認知作戰影響你們 只是你們看不到 YOU HAT DECK 相信大家都知道最近 就越來越多台灣的KRL和Youtuber 就開始爆料說到 中共打算用錢收買他們來做大外宣 當中包括台灣波特王 早前就出了一個post說到說 收到可靠消息指出 中共國務院將會扔錢 找十組的台灣KRL 去到對岸那一道旅遊拍片 進行文化統戰 這時間一天之後 台灣一位女星荷爾奇 也都出了一個post說到說 疑似是受到這個中共的邀請 就拍攝一些大外宣的影片 到後來台灣有一位歌手謝和言 亦都在facebook出了一個post說到說 自己亦都收到一些中國大陸廠商的合作邀請 正正為一件事 近這幾天 只能寫了很多台灣網民的關注和熱烈討論 甚至有些網民 更加是找出一些 走到中國拍攝旅遊影片的台灣KRL 來質問他 究竟有沒有收錢去拍攝大外宣呢 對於一件事 如果你問我的話呢 那我會說 呃... 不是一直都在發生的嗎 為何好像你們現在才知道 我一直都在做的 今天才做的嗎 對不對 我想告訴你 我醒了 醒了嗎 醒了 那好吧 見到各位網民 好像今天才如夢初醒 所以就讓我簡單跟大家說 中國一直以來對台灣的文化統戰 就讓我告訴你 究竟他們又如何對你台灣進行大外宣呢 如何一步一步地影響你們的認知呢 那最後我都會給多一點點的建議 給各位台灣人 就讓你們可以了解一下 如何應對中國一個的文化統戰 那首先一件事 就要說起早幾天前 那台灣的一位KOL 波特王 他就爆料港澳說 收到可靠的消息 就推測7月下旬開始 那台灣會陸續有一些的KOL 就會走到中國那裏旅遊拍片 那當中也都提及到 主辦單位是 海峽兩岸青年協會 而且還會免費出機票出酒店 就利用兩岸青年文化交流為名 邀請一班台灣KOL 去到中國那裏拍片 進行大外宣 身為一個台灣人 我真的不得不說 大陸現在好多城市都太厲害了 我一直都超漂亮的 尺寸不悔 不滑下 身處在我 明明 明 原來我一直都被人點的 正正為一個的Post 引來很多人的熱烈討論 當中有一些人更加是說 我也有被邀請 但是我拒絕了 我都收到消息 他們現在還要給更多的優惠 不止十組人 有好幾個經紀 和行銷的公司都在找人 不止招待日還有錢收 事隔一天之後 台灣有一位的女星韓爾琦 亦都在Facebook 出了一個Post 就說 我剛剛都收到一個的邀請 應該是鍾明軒 給他們的靈感吧 裡面也是附上一張截圖 當中就顯示 也有台灣、TikTok 60秒以上的影片 而它下面更加是 降低了一個重點就是 對大陸的台灣K.O.C K.O.C 甚麼事 C? C for Califragilistic Xpialidocious I see 再到後來 台灣又有多一位藝人 謝和言 他就在Facebook出了一個Post 亦都表示 他就收到一些中國大陸廠商的合作邀請 當中就要求他 一字不改地發表 建構新營兩岸關係 這篇圈裡面還說到 如果跟他們合作的話 將會幫他安排很多的形象代言廣告 估計每年可以獲得超過新台幣 一千萬 正正因為一件事 引起了很多台灣網民的關注和熱烈討論 當中有些網民 更加是找出一些 走到中國拍攝旅遊影片的台灣K.O.C 之後就質問他 究竟是不是收了錢去做大外宣呢 那對於中國對台灣進行文化統戰呢 其實得罪點這麼說就已經不是第一天的事 你不信嗎 可能大家平時沒什麼留意 在這裡就和大家簡單說一下 中共一直以來怎樣對你們台灣進行文化統戰呢 首先就是到底什麼是文化統戰呢 其實就是一直以來 中共透過文化滲透和影響 去改變台灣民眾的觀念 去削弱你們對台灣的主權意識 從而推動兩岸統一 中共其實一直都是在用不同的方法 來對台灣進行文化統戰 當中包括媒體的滲透 網絡滲透 文化交流和合作 經濟的手段 電影的合作 普通話的推廣 和正商界的合作 當你了解到一點的時候 其實你就會發現 今天你所面對的那群藝人 那群KOL 收錢去做大外宣一件事 就只不過是中共對於台灣的文化統戰裡面 的文化交流和合作這個部分裡面的一小部分 如果你問我 為什麼會這麼清楚呢 當然了 因為中共都是用同樣的手段來對付香港 又是各方面進行滲透進行文化統戰 啊! 你常用我的腦筋想想 你當給我一點新鮮感 所以最後香港就變成這樣 其實中共早就已經向你們台灣開戰了 即是它已經在用網絡 用認知作戰去影響你們 只是你們看不到 而一件事 即是他們找了一群台灣藝人 台灣KOL 去幫他們宣傳大外宣這件事 我會說他們是拆掉了 他們是沒想過台灣藝人會敢公開出來 然後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而去到現在這一種的地步 既然中國都撕破了他的面皮、明目、張膽 告訴你我現在是用錢收買你們台灣藝人、Youtuber 然後幫他做大外宣 老實說一句 我覺得台灣政府又或者台灣人 是時候要反擊的了 不能夠讓一個這麼混蛋的政權 繼續任以往為做一種文化統戰 不過反擊也是要技巧的 不是反擊就是要罵他、圍剿他 不要這樣 我們都是要講技巧的 那究竟是怎樣呢? 我接下來將會和大家去分享一下 究竟你們是可以怎樣應對中國一種文化統戰 首先第一,就是對於台灣的KRL和藝人的爆料 當中指出中國大陸邀請他們到那邊拍影片 拍一些旅遊的影片來宣傳中國 幫他們示好中國故事 如果你問我究竟一班藝人、一班KRL 一起參加 三位你試想一下 一來 這個旅遊包飲、包食、包住 又可以免費去中國大陸旅遊 你就當作增廣建民 二來 作為一個合作計劃還有錢收 這個你就真的不需要和中共節省 你就當作拿一些精神轉身費 三來 就是去完這個旅遊 然後回到台灣之後 你就可以馬上剪影片出來交公佈 但裡面的內容拍一些中國有很多流浪漢、乞衣、 和大家分享天安門的歷史 又或者拍一些食物元素周期表 最後,如果你表演得夠強 你也可以加入這一網絡 好好味呀 因為你要知道 既然一個合作計劃是偷偷地找你們一班藝人 一班台灣的KRL去做 即是說不公開就可以了 那既然不公開就可以了 就算你拍到屁股給他 他都說你不張貪物 就算我當他之後 突然反口說不給你一些囚怒了 但是 第一 你這個旅遊 全程吃 玩份全部都是免費的 那你都賺光了 第二 你還可以把這件事 拍片曝光出來 讓更多人知道 原來中共 是找一班KRL 一班藝人去做一種大外宣 還要夠膽死不給錢 還可以幫你賺些 流量和廣告幣 到時候 搞到中共它 宣傳又宣傳不到 天天都屌老母 看著你們台灣KRL 收費 但拍完一堆影片 數臭中國點點點 搞到那班爛蛋 要把大外宣的計劃 腰斬 如果我們能夠反轉這個觀念 那就可以了 夠膽來回答一下 傻了 說笑而已 說笑而已 你不是真的相信吧 剛才我的雖然聽起來好像很好玩 但是當中 都是有不少的風險 都是需要你們自己去承擔 所以我就覺得 博貨 反而最直接簡單的做法就是 只要你把這種 中共大外宣的計劃曝光出來 就可以了 天光寫嘛 那就搞定了 是啊 你沒有聽錯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剛才那一分鐘 你聽過的全部都是廢話 OK 第二 就是對於一些台灣網民 他們找了一些 走到中國大陸旅遊的台灣KRL 然後就對他們進行執問 就問他們有沒有收錢 進行大外宣 甚至乎有些人 更加是說要抵制一班KRL 老實說句 我是很不鼓勵這麼多位 是逐個逐個這樣批鬥一些台灣的KRL 那因為 這一種的做法其實是 有些 尷尬的 那因為一來 就算人家真的收了錢 都不會認 那所以 如果你不斷追問他的話 就只會是你難看 而不會是他難看 二來 萬一他真的沒有收錢的話 那你更加不應該問人家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人家已經夠慘了 可能他現在才知道 原來幫中國宣傳是有錢收的 真可憐 根據之前免費宣傳 做什麼事 我沒有報名 蛤? 大波特說有 但是我沒有報名 那你之前賣 狗狗狗自閉旅遊 不是 你說謊 你笑 笑 我現在沒有空跟你玩 喂 免費旅遊 我怎麼知道是可以收錢的 我怎麼知道會有這個計劃 你又不早點跟我說 蛤? 所以認真的 希望你們台灣人 給一些同理心 不要咄咄逼人 因為我相信這件事曝光之後 有一群 可能一直以來沒有收中共錢 誰知道但是不斷為中國宣傳的那一群台灣KL 就是那些什麼 打雜亨爭 那些 可能他現在都已經躲在家裡哭 你知道嗎 台灣人要做其實很簡單 就是看多一些不同的平台 看多一些不同的報導 聽多一些不同人說的話 嘗試全面去了解每一件事 這樣就沒什麼被人看到 好嗎 還有你們要記住 面對中國一種文化統戰 那什麼你們要做呢 就不是打壓 禁止一些中國的文化滲透到台灣那裡 因為如果你真的這樣做的話 其實某程度上 是跟中國大學的專制沒有什麼分別 都是這麼霸道的 那以一種的情況下 其實你們更加應該要大大力支持 一些台灣的本土文化活動 從而提升台灣文化的自信和認同 那如果你們真的做到這樣的話 就算中國滲入了多少的劣質文化去台灣 那這樣也沒用 都成不了主流 是不是呀 那今天再做 其實對於台灣一個的文化統戰 我覺得就一早出現了 你見早幾年 那些什麼台灣表妹表姐表哥表澤 其實都是一類 那現在一件事曝光了出來 我覺得是好事 又好像令到多些的台灣人了解到一點 而且又可以令到中共手忙腳亂 對於你們突然爆出來又無所識從 所以希望經過一件事之後 能夠令到更多的台灣人了解到 中共對你們台灣進行的文化統戰究究是怎樣呢 原來現在就已經不是跟你直接去講政治的話題 而是用一些比較輕鬆一些旅遊的影片 你慢慢慢慢地去影響你們台灣人的認知呀 這樣就說實話了 其實我覺得中國 利用這班KRL拍一些旅遊影片 即是前而密化影響大家 叫大家支持中國 其實這一種的做法是幾聰明的 唉呀呀呀 等我又研究一下先 怎樣透過一些旅遊的影片 滲入一些反共的元素裏面 等人看我的旅遊影片的時候 都是震到你班人混蛋的呢 OMG Moleander 真是不得了 突然真的想到一個新的題材 遲下再再拍旅遊影片 拍VLOG 全部都 Ouch 浸加一些元素 要等大家可以 Overwatch 抗衡一下 你們明明 看亮這種中共的旅遊影片之後 再看我的影片 你就不可以了解完 救命我真的太聰明了 ¡zee Hij Jeune Fuck��!!! 康衍!他抄我! 有這樣的事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